在《古惑仔》系列电影中,山鸡的形象深入人心,为大哥陈浩南出生入死忠心刚刚,数次救陈浩南于危难之中,可原著漫画中,山鸡的形象却与电影大相征庭。 贵为独舍帮帮主的山鸡,不知为何突然一人只身赴港,此时香港的江湖风云突变,蒋天阳重出江湖与分裂红星社,他吸制的大哥陈浩南也遭到了严重的感情危机。 陈浩南的挚爱小结巴,竟然会跟刚认识的陌生男人搂在一起,让人难以置气。 陈浩南面色铁青,但还是给他留了面子,制止了就要上前动手的老妖,将小结巴单独叫到了隔壁房间。 原来五魁酒后一直闹事,要求稳一下小结巴才能结账,小结巴不愿与客人多做纠缠,就答应了下来。 陈浩南也不是小气之人,自己最近的确忙于事业,对他关心见少,也就不再计较。 五魁纵横情场多年,从未失守过,自然是套路极深,他早已打探到今日便是小结巴的生日。 只是众位师兄弟对红星社展开了大规模的偷袭。 大飞不愿意让陈浩南分心,电话里说得轻松随意,瞎兵卸将,自己就能搞定,让他专心陪阿气过生日。 陈浩南怎能放心得下,大批的兄弟在外拼命,自己为了给女友过生日,就避而不战,怎么能做人家大哥。 借口去取礼物,骗过了小结巴,骑着一辆摩托车,飞奔赶到了战场。 红星社众人见大哥到场,无不振奋,奋勇上前。 陈浩南能纵横江湖多年,凭的就是敢打敢拼,从不退缩,每次大战无不身先士卒的冲锋。 水灵十街中的六辆四海骑上,也难以抵挡他凶狠的攻势。 六辆见他厉害,吓得早早逃离,四海身为搏击高手,怎能服气,与陈浩南近身肉搏了起来。 战局已定,红星社一方完胜,大飞大头等人对陈浩南信心失足,并不援手,让他单独收拾四海。 陈浩南不负众望,虽身体力量均是稍训四海,但凭借训捷的脚法,不多时就将对手踢翻在地。 陈浩南等人大胜而归,小结巴这边却是难免的伤心失望,不顾众人的劝阻,把自己灌得大罪。 五魁打扮的精神兜色,恰到好处的出现,让小结巴方心跳动不止。 这一幕又被陈浩南看了个真切,再也忍耐不住,一巴掌就甩了过去,并且威胁五魁,再敢来挑衅就要付出代价。 小结巴酒后失言,陈浩南言而无气,两人都有过错,其实二人多年来的感情基础深厚,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轻易产生隔阂。 小结巴经历此事后,也是更加的小心翼翼,面对五魁多次的骚扰,截身自好,想与他撇清关系。 五魁怎肯轻易放弃,不断地哀求保证,只是想和他做普通朋友,不会再有过分的想法。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,小结巴似乎对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法,这让他心机不已,萌生了歪念。 可当他刚刚把糖水混进饮料之中,身边瞬间就冲出十几名五大三粗的恶汉,将他摁在桌上,动弹不得。 一顿毒打是在所难免,五魁险些被打死,幸好陈浩南大飞等人不在,要不今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星空阙了。 五魁人赃并获,被抓现行,竟然还在小结巴面前大声的辩解,说自己实在是太爱他了,想先把关系更进一步,再培养感情。 小结巴就算再傻也不会相信,表示自己和南哥的感情千锤百裂,让他以后彻底从自己眼前消失。 极尽奢华的全港第一半到酒店外,即使热闹非凡,蒋天盛,蒋天阳两兄弟的人马齐聚,连大堂里都挤满了江湖人士。 酒店顶层的豪华会议厅内,蒋天阳表面言语得体,顾全大局,实则画风稀利,极尽嘲讽。 两边各不适过,你一言我一语的扯到了丽花整人的身上。 蒋天阳面对陈耀的质问,拒不承认动用过丽花整人分裂红青社,并表示,为了自证清白,可以两方联手一起除掉丽花。 陈厚能感叹他的心狠手辣,作为丽花好友,当然极力否决他的提议。 蒋天生被弟弟的咄咄逼人激怒,最终两边商议决定,以一年为限,公平竞争,龙头之位,有能者拒之。 同时,各派出代表单挑,看看哪边的人马更具power。 蒋天阳派出二六元帅神仙可出战,蒋天生手下,太子正在安心解读,不便出战,与神仙可早已定下了约战的大飞,当仁不让。 自此,整个江湖风云四起,大家都在热切期盼着大飞与神仙可的比斗,竟还有好事之徒提议要抓捕丽花证人交与红星社处置。 这里再次声明,欢迎评论区翠更,我都能看到,请不要私信和群力催,我不收徒弟割韭菜,也不发低质量的广告,有自己的生活,并不能保证更新时间的固定。 感谢大家的喜爱,每天都在拼命挤出时间努力。